大家看看今天的温度是多少 零下21度 体感温度零下32度 这么冷的天气 我跟我先生也要去采购 因为家里的冰箱都空了 去采购去 大家好 我是雅美 今天是我们体感温度零下32度 然后现在外边拍好雪花了 因为刚从家里出来没什么感觉 所以我在体验体验 告诉大家 严寒夏的加拿大 大家看到远处的龙门调了 这是加拿大第一台第二台 是从咱们中国郑州购买的 在这之前他们这没有龙门调 所以加拿大在某些地方还是比较露厚的 我们又在 高中路上出事 大家猜到我们困难要干嘛去 我现在说这路面撒盐了 因为他开车有感觉 现在是极寒天气所有龙一动 冻的话就会出现黑冰 然后开车有时会非常危险 今天天气好冷啊 比昨天还要冷啊 CTV不是CCTV 看看外边天气冷不冷 这个车的绰绰都冻冰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很寒冷的极寒的天气了 大家看到长远远处的这个北美著名的Costco 我们上海有第一家 我们今天来购物采购 买东西之前先加油 这是会员制的这个加油站 只对Costco的会员提供 这技术 我现在在加油 今天零下32度的体感温度 外面加油还是很有挑战 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加一升油 加多少升油 加满一箱是吧 加满一箱是花了 五十五块五毛三 五十五块五毛三 加满一箱油 现在油价不贵 八十九块九吧 所以还可以 我先生说在外边加油 冬透了都 是啊 现在这种极寒天气 在外边加油 真的是对自己一种挑战 好冷啊 现在Costco外边都搭上了棚子了 因为一些疫情又严重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要外面排队 先留 我们今天挑了个星期一 周一 不知道今天人多不多 好在有大部分人都可以上班 所以今天应该相对于 五六日会少一些 大家看我今天穿上我的加拿大罗 这是抗零下三十度 确实很暖 我满了 到了加拿大第一天我就买 因为确实是管保暖 不然这种天气受不了 就是这种痕迹 找到了一个好处位 离这比较近 稍多点湿点 好的 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感受 因为这个Costco是搭控场 所以这边四面都是疯的 然后现在就能感觉到 就手刚拿出来一下 就冻得很难受了 就形容不出自己的脑子 我们晚上就要进去了 看我们草沟楼这么多的东西 回家给大家看看 这是什么 草沟楼也很小 最深夜最深夜的窍门 那你自己看看碗 还这么细 你不认这牌子 对吧 当然 就得品牌嘛 400块钱 看看我们今天花了多少钱 这么长 三百五十块 三百五十块 两毛五 再加上五块八毛毛的税 三百五十六块 一毛三 天已经很阴了 天已经很阴了 估计今天晚上就会有暴风雪 现在体感的温度是三十二度 什么叫做天寒地冻 这就是 就在这 路上的车子 大陆救援 CAA CAA大陆救援 国内叫什么 这叫大陆救援 现在外边已经飘雪花了 在我们这个城市呢 只有一家扣索 是在东边 因为东边属于这个城市的 就是 相对 条件好一些的区 所以 这边呢 生活还是很便利的 东区 我们这边就是属于 富人区 条件好一些的区 然后小学也是这边的那个 重点的小学 然后对接的是重点的高中 带着大家看看我们的街景 这个右手就是那个小学校 重点的那个小学校 现在因为疫情停课了 我们回家了 开始卸货 可以 哎呀看不到雪 这个 已经飘雪花了 啊 这飘雪 给大家看看我们买了多少东西 就是300多加币 这300多人民币就好了 买了这些东西 大家好 我们回来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花了300多加币 到底买了些什么东西 现在开始给你们看第一个东西 这是给孩子们买的 这个牌子 他们非常喜欢的 因为它这个是水果 新鲜的水果 而且是那个有机的 有机的 organic 然后这个牌子老外 都是给自己的孩子吃的 所以我打开给大家看看啊 好的 然后是这个样子的 一排一排的 这个样子 绑 这样的 不知道视频里有没有宝宝 他们肯定是会很喜欢吃这个 这个 这个有那个蜜桃和苹果口味的 这个我也喜欢吃 不光是孩子 我也很喜欢吃 还有草莓苹果的 然后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些的 还有香蕉的 还有香蕉 香蕉 苹果的 这不错 宝宝要吃哪个 我女儿已经在旁边等着了 你要吃哪个 香蕉 好吧 给你吧 这个一大盒 是20多 今天也有折扣 我们正好是因为是最高级别的行政会员的级别吧 所以今天有这个活动是减了3块5 这个 红葡萄 这个是秘乳的 这边都是空用过来的 这个葡萄的口味我们吃过 挺好吃的 挺甜的 然后还买了这个酸奶 这个牌子的酸奶 感觉好像这个酸奶就像我们国内的达能 好像是 然后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会员卡是可以打 这个级别会员卡可以减掉2块钱 所以这个也是很划算的 一共是用两排嘛 这样 然后还有我们 现在嘛 吃点梨 所以亚洲梨 这种圆的这个亚洲梨 来看也 对 这个 这个梨我也经常吃 然后还买了这个 小朋友想吃的 然后说这个是什么 花生酱 花生的 然后尝尝 然后尝尝 替它尝 就是这样的包装 然后撕开 看它很好吃 就这种形状 这样形状 嗯 还不错 里边是花生酱 大家有没有看到 花生酱 还不错 嗯 不好吃 不好意思 大家 这个是可以小朋友买的 这个健康糖 有三种口味 我们家上次吃了一块了 这次又给他们买了 这是我儿子要买的 说是 这边西人都吃的挺好的 后来发现这是辣的 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盛出这个辣味 今天晚上试一下 这个牌子 这个今天 我们买的这些东西全都是打折的东西 就是减价钱 然后买了一大桶的牛奶 我可以做面包啊 然后孩子们早餐喝或者是 就当水喝吧 这也是 我们家就是怎么讲 在食物方面还是很注重品质 就是说基本上能够买一些 都是像有机的这种的食物 就是因为毕竟吃嘛 就是保证身体健康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买了这个蘑菇 这个蘑菇推荐给大家 这个蘑菇口感很好 就是感觉就像肉 肉味一样 我们也是就是刚刚发现的 树莓 这个和我和我女儿都很喜欢吃 这个红红的 在国内呢 都只能买速冻的 然后到这边之后 就可以买这个新鲜的吃 这个对身体也是很好的 然后还有无肉不欢呢 我们买了这个这个鸡翅 这个 然后晚上给孩子们做这个烤鸡翅 不知道来不来急 现在三点半了 这个鸡翅 他们这边一卖就卖这么多 看到了吗 这一卖就卖这么多 这个鸡翅是22块5毛6 差不多是有1.73公斤 OK 这个是针子 然后我先生说他想尝尝这边的这个针子 怎么怎么样 口感如何 那我现在先去一下 这个颗粒还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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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看 哎呦看不上 然后尝尝 嗯 酥了 手了 哎呦这样 然后 然后 因为先生他要他要那个剪脂嘛 防守身体 然后我给他买这个鸡翅肉 这一大盒是35块6毛1 这么多 应该是有差不多10块吧 这样鸡翅肉 他买了这包这个西兰花 他就想西兰花配鸡翅肉 然后我还可以给他拌那个木耳 这样的话就像就是清理血管啊 这身体是会有好帮助的 他买了这 嗯 有根防管 还有这个这个 午餐肉 我们试吃了好几个牌子午餐肉 无论中国的还是韩国的还是不 这个这个肉的口感味道很好很香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西兰饰 沙拉里面 哎呦 今天买了一瓶那个苹果醋 想试试 大家看到苹果醋 然后拌沙拉 然后拌蔬菜的都可以试试 嗯 这个是买了和沙拉 这个沙拉 我们可以拌个沙拉 跟牛油果 跟香蕉啊 然后再放些坚果 可以打成那个 这种营养的这种 什么 果树枝 又买了这个牛油果 这个现在是8块9毛9 一共是5个 然后买了这个 买了一包这个 这个看一下 这个是玉米粒 这个 为的也是那个 可以帮他这个 咸脂瘦身嘛 还有这个水底的青豆 可以下在面条里啊 炒菜里 跟肉丁炒一块 这都是口感挺好的 可以跟那个鸡尖炒一块 还买了一盒鸡蛋 买了两块鸡蛋 这排的鸡蛋 还不错 我们就是把他们 卖的这个三个品牌 轮流着吃 为了这个身体再抗 买了这个肉桂面包 Costco这个 这个肉桂面包也是很受欢迎的 我之前呢是没买过 然后这次是第三次买 第一次买的时候 还有点犹豫说要不要买这个 然后买了之后发现 哎太美味了 太好吃了 因为我喜欢喝咖啡 然后而且还是喜欢 不要那种加糖加奶的 所以这个黑咖啡 配这个肉桂面包 是非常完美的 绝对是最完美的入口 推荐大家可以试吃一下 这个挺好的 然后还给自己 还给自己买了一盒 这个面膜 这个是韩国的 韩国的面膜 给大家打开看看啊 也是野蛮拆开 也是野蛮拆开 它是这个样子的 它都是旅行装 有点口袋 然后打开 然后这里边是 有这几种的面膜 这几种 然后结果就要去试一试 然后可以给大家一些反馈啊 因为我是第一次发现的 然后还有一些食物呢 都是放在那个 我们的那个储藏间里 因为天气太暖和了 你可以看我儿子和我女儿 全都穿着短袖冷裤 然后所以呢 就放在那边 比较凉快的地方 像那个土豆 还有红薯 我们家最近也特别喜欢吃红薯 然后都是放在那边储藏间里 然后另外还买了一大袋的那个 就是软化的盐直接放在地下室的 所以今天就买了这个三百多块钱的东西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继续 拜拜 这个还挺好喝的是不是 真的很美味 嗯 难怪呢 你连大人都喜欢喝 就别说小朋友 嗯 嗯 你的好喝 你吃醉了 这个好喝 没喝 你吃饭喝 你吃了两口 我吃饭喝 你吃饭喝 你吃饭喝 你吃醉了 你吃饭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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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饭喝 你吃饭喝 有点快吃饭喝 你吃饭喝 继续飘